少年老成这个词 用在易烊千玺身上 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除了性格非常沉稳内敛之外 易烊千玺的爱好呢 也是一个比一个要超灵 哈喽 东方卫视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易烊千玺 13岁初到变成名 易烊千玺的少年时光 可以说是被工作包围着的 即便是这样 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业余时间 只要有空 千玺就会全身心 投入到各种爱好之中 不过怎么看 她的爱好简直一个比一个超灵 比如盘核桃 手串 盘核桃 手串是 去年1月份开始喜欢上的 因为身边工作人员喜欢 然后那段时间又开始准备会考 所以学习的时候就手挺咸的 就想动一动盘盘东西 盘核桃手串是不少中老年人 才有的爱好 不过放在18岁的千玺身上 这样的画面就少显为何了 盘出来的现在有那么四五个吧 就自己放着收藏 除此之外 空闲下来的千玺最喜欢做的两件事 其一就是写书法 我最近写的比较少 因为最近工作特别忙 因为都很晚睡 然后平常在北京会休息的时候 就回家就尽量会让自己写上那么两笔 就哪怕就写一页纸 也是OK的 写书法这样的爱好 在年轻艺人中实属少见 喜欢之余 书法作品也成了一阳千玺最称场面的礼物 送给母校校长 送给圈内长辈 送给丹麦大使 在国家宝藏节目中 千玺还曾把手抄的大课顶名文 送给了主持人张国立 这是我自己小抄了一份 大课顶里面 294名文其中一段 哦 字写得真漂亮 大家看看 对于各种字体 易阳千玺都会写上两笔 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 我最喜欢写收心题 易阳千玺最喜欢做的另一件事 就是泥塑 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带着的他 最享受泥塑带给他的亲近 泥塑它的环境要求很高 然后 其实也不可能带到行李箱里面 就去哪都捏到哪 所以你对他会有一种 就是很莫名的那种向往感 就很期待 所以就是特别想抽时间出来 自己一个人闷在房间里面 就是找个固定的时间来捏 所以就挺喜欢的 文经新电力北京采访报道